咳咳 大家好歡迎收看 我們的白寶貸 我是Zoe 我是Zoe 今天我們主題是 淘寶購物指南 相信大家都有聽過淘寶 然後也知道淘寶上面有很多的寶貝 對 那我們今天就教大家 怎麼把這些寶貝逃回家呢 我們今天就分成三個部分來講 第一個部分 我們就教大家怎麼註冊淘寶的賬號 第二個部分的話 教大家怎麼運送 把那些寶貝們從大陸運過來台灣 第三部分的話 教大家怎麼去認證支付寶 開通支付寶的賬號 然後我們怎麼去付款 這三個部分的時間點 我們都會打在下面的資訊欄 那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 想要看的部分去做調整 那我們就開始吧 我們先拿出電腦 然後進到淘寶網 這邊 然後右上角有一個免費註冊 我們就來註冊一個帳號 它其實帳號註冊很簡單 只要你的手機號碼 然後設定密碼就可以了 好 往右滑 這時候它下面有一個選項 是同步創建支付寶的賬戶 就可以打勾 支付寶是一個大陸最常用的支付的平台 購買的時候的話 就是要用支付寶去付錢 這時候連同就會比較方便 後面再介紹 對 下一步 然後就會提驗證碼給你 3 1 2 8 確認 這剛剛呢 發現在場的人的手機號碼都被註冊過了 所以我們現在 輸入完手機之後 會有一個手機簡訊的驗證碼 然後輸入完驗證碼之後 它就會跳到一個 你要再輸入密碼 還有用戶名 就是你的ID的感覺 輸入完成之後 就註冊好淘寶的帳號 就很簡單很簡單很簡單 那我們現在就先登入我的帳號 好 對 我們就登入 好了 登進來了 YA 那我們今天就是 因為我們是要教大家怎麼買嘛 所以我們就直接進到我購物車裡面 好的 進到我的購物車 這邊是我之前挑的一些我喜歡的東西 那我們今天就隨便選一樣 看怎麼送過來 那我就隨便點一間 這間好了 牛奶少女 好 按下面結算 那這時候跳進來的時候 它就會叫你確認你的收穫地址 它寄來台灣的時候會寄來哪裡 那這是我原本填的地址 給你們看一下畫面 就是這邊你就可以選 台灣 對 然後選你的程式 隨便選 好 然後手鍵人 手機號碼最好要填 因為它送包裹來之前會 打給你 然後要選886台灣的 對啊 記得 好的 然後保存 就是新增你的地址 可以填很多個地址 就是你到時候可以選你要送到哪裡 你可以填20個 接下來你滑下來這邊就會有一個官方物流 它這個意思就是說 你可以選擇你想要的方式 怎麼把你淘寶買的東西送來台灣 那我們現在就來介紹淘寶的運送方式 主要其實就是分成四種 那你家直送 官方直送 私人集運 官方集運 其實主要就是分兩個類型 直送跟集運 那直送跟集運最大的差別是 第一個 直送的話只能買單一商店的東西 就是比如說剛剛畫面上我們是點選 黑牛奶少女 一家這一家 然後它就會直接發貨過來台灣 那集運的話顧名字就是集中運送 就表示說你可以買很多家的商品 然後他們都到集運艙之後 再趁重再送過來台灣 就是一起送過來 那第二個差別是付款 因為像直送的話 它付款只要付一次 那就是它付那一次的話 就會直接把商品跟運費一起算 因為它不是直送過來嗎 它就會直接在發貨的錢就先趁重點好 因為這張運費也知道 所以它商品跟運費一起付錢 集運的話就要付兩次錢 第一個就是商品的錢 你挑了很多ABCDE廠商的商品 然後你就要先付好商品的錢 然後等到這些廠商都發貨 然後他們都到集運商 集運商趁重 算重量之後 他們就會知道運費 那第二階段就是付運費 然後他們才會一起送來台灣 這是兩個最大的差別 那我現在就來介紹 直送什麼呢? 直送就是賣家直接把貨 運費一起趁好 趁好之後他給你價錢 付完錢之後他就會直接送來台灣 如果有些賣家沒有開放 賣家直送這個選項的話 你就可以選擇官方直送 官方直送的話就是淘寶 他會有一個合作的物流商 然後賣家就會先把貨寄到物流商裡面 物流商就會再把貨寄來台灣 有點像集運 可是其實秤重是從賣家裡面秤的 就是他不會耽擱太多時間 有點像那個物流商的倉庫 只是一個過路站 他就這樣經過 然後直接送來台灣的感覺 不會再等其他商品 然後也是一次付費 也是算在直送 所以說直送就只能一次一家商品 速度才會快 那直送這個方案就是適合 你想要馬上拿到貨的人 就是他會比較快送來台灣 可是他的運費相對的也比較高 就是看大家斟酌 啊~~ 對 我又有笑了 那我崩潰一下好不好 你要回來嗎 好吧 好 那我們接下來講集運 那集運的話就是分成私人跟官方 那我先講私人 私人集運其實大家都可以在 D塊或者是PT上面 就是找到說有人可能推薦不同的私人集運商 那這種時候你就可以去找 你覺得風評還不錯的私人集運商 然後去諮詢他的客服 那客服會給你一組他們集運商的地址 然後收件人跟電話 還有可能他們的郵編碼之類的 那要使用私人集運方式呢 就是我們剛剛下單那個黑牛奶少女的時候 不是有個填寫地址嗎 在填寫地址的那一欄 把那些資料填上去 那之後在下單的時候 那些商品就會寄到這個私人的集運商 等到商品都寄到這個私人集運商之後 他們一樣是會幫你秤重 然後告訴你重量跟運費 在做第二階段的支付運費之後 他就會由私人集運商送包裹到台灣的你家這樣子 那官方集運的話總共有四家 你要怎麼在這四家裡面去做選擇 一你可以用運費 就是他們四家的運費價錢都不太一樣 就是有高有低 第二個是你可以用他的地緣優勢 因為他們四個的倉庫在三個不同的位置 就是你可以選比如說像衣服類的 通常都是在廣東那邊 那你就可以選離廣東廣州那邊比較近的集運商 那這樣他會比較快送到那個集運商 也可以比較快點拿到貨 那好總共有四間 第一間是4PX第四方 第二間是新竹真麗 第三間是圓通 第四間是順風 那第一個4PX他的運費是最便宜的 他倉庫的地點是在廣州冬丸市 通常我買衣服的話就會送到4PX 因為通常衣服都是在冬丸那邊 發貨之後一兩天就會到他們的集運商 付款之後就是大概四天左右會收到 他的運費最便宜 但是我覺得他是最滿的 然後第二個是新竹真麗 他的倉庫位置在上海 那像我買刷具 比如說瘦瘦啦 若莉塔 情志什麼的話我就會選新竹真麗 因為他們的發貨地離上海比較近一點點 那新竹真麗付款之後大概三天左右會拿到貨 就是比4PX再早一天 然後運費是比4PX貴一點點 就是沒有太大的差距 然後第三間是圓通 他現在的倉庫也是在上海 運費在比新竹真麗貴一點點 然後時效我覺得跟新竹真麗差不多 第四間是順風 那順風的話運費是最貴的 然後他的倉庫現在是在深圳 就是我沒有用過順風 可是大家是說他的時效是最快的 所以大家還是可以都用用看 然後自己用起來的感覺最好那一件 就可以之後都用那一件這樣子 好那回來了 然後呢我們繼續講一下 就是私人集運跟官方集運 分別適合什麼樣的購買需求 私人集運的話他最好的地方是 他可以運送普貨跟特貨 普通貨物跟特殊貨物 那普貨基本上就是一些衣服 包包 包包 就是一般通常女生 普通的 對 女生會買一些配件類 其實都算是普貨 那特殊貨物的話就是有像 電池類 比如說電器 液體類的 可怕的 會爆炸的 爆炸 好 對不起 15螺絲粉 螺絲粉我之前有定螺絲粉就是特貨 還有一個是化妝品 對對對 這些是特貨 那其實特貨的定義蠻多的 不太清楚什麼是特貨 什麼是普貨物的話 其實可以上Google 其實那個都有很清楚的規定 就從湯湯水水的不行 化妝品有化妝水什麼乳液就不行 有一些私人集運他就會提供有 運送特貨的服務 所以 你想買特貨 想買特貨 就用私人集運 就可以用私人集運 那官方集運是 絕對不能運特貨 像我之前有一次 我就幫別人買化妝水 然後我就不小心 是我 不是你 喔 我就 不小心 就是選到集運商 就是我沒有弄成私人集 我忘記填改那個地址 然後我就直接運到那個集運商 然後運到那個時候 它就拒簽了 所以我的東西 就這樣到集運商 然後送回賣家 然後賣家就把我直送過來 反正就是 很貴喔 對 就是那個來回 就花很久的時間 所以要小心這樣子 好 那我們今天介紹完淘寶賬號的註冊 跟物流的介紹 下禮拜我們會繼續講支付寶的付款 希望你們繼續鎖定我們的下集影片 那如果有問題 可以在底下留言問我們 喜歡我們的影片 可以幫我按個喜歡 然後訂閱我們的頻道 那我們就下禮拜再見囉 掰掰 好 啊 一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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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